北京对我太重要了,我非常非常喜欢北京 我爱北京,欢迎你来到北京 北京,我爱你 7月14日,第二届爱上北京的100个理由 短视频征集大赛,颁奖典礼举行 本次大赛由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办 中国新闻网承办,北京市教育委员会支持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协办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徐和健 中国新闻社总编辑张明新 中共中央宣传部对外推广局影视交流处处长孙海东 北京市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副主任张小佳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 二级巡视员常琳 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 一级巡视员刘玉宏 中国新闻社副总编辑兼中国新闻网总裁于兰 国际在线总裁范建平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校长郑成军等领导嘉宾 出席本次活动并颁奖 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和健在致辞中提到 近年来北京主动变革 焕发古都新生 主动治理彰显城市温暖 主动减量实现深刻转型 如今的北京不止一个定义 爱上北京的理由也绝对不仅仅只有100个 要给北京下一个简单的定义 的确很难 爱上北京的100个理由 也绝对不仅仅只有一百个 短四平大赛的作品中 有人仰慕北京的雍龙大气 有人喜欢北京的四井烟火 有人最新北京的文化遗迹 有人钟情北京的时尚潮流 所有这些都恰恰印证了 举办此次大赛的初心 那就是以爱上北京为平台 分享最新的感受 抒发对北京这座魅力之城的 无限乐爱 让更多的朋友看到北京 了解北京 喜欢上北京 中国新闻社副总编辑 兼中国新闻网总裁于兰 在致辞中表示 第二届爱上北京的100个理由 短视频征集大赛 共征集到来自百余个国家和地区 2000余名参赛者投稿的 3500部视频作品 体材丰富 涉及人文 历史 艺术等各方面 从不同角度 向人们展示了一个热情 友好奋进的新时代北京 目前常驻北京的外籍友人 大概有20多万 而我们这次共征集到了 3500份参赛作品 来自不同国家 不同文化背景的创作者们 对北京的关注领域超越了 长城 故宫 金具 胡同 烤鸭等经典元素 他们的观察视角是丰富多元的 也是独特有趣和细致入微的 展示出了北京的古都风韵和时代风貌 从市井烟火到历史文化 人们爱上北京的理由不胜美举 史家胡同声音博物馆创始人秦思源告诉记者 他爱上北京主要是因为它的丰富性和包容性 一个是它的丰富性 什么样的优秀的人都能找到 真的是一个非常丰富的一个土壤 那是第二个理由 就是它的包容性 我觉得就是作为一个外国人 一直没有感觉到有任何隔阂 已经到北京工作五年的中阿卫视主持人 爱琳娜告诉记者 起初来北京是因为工作原因 没想到北京现在慢慢变成了它第二个家乡 因为工作的原因 我才来到北京了 以前我真是了解北京是中国的首都 但是一来到北京以后 其实北京也成为我第二个家乡 因为这里我也有自己喜欢去的地方 我也有自己喜欢的餐厅 我也有朋友圈 我在这非常得意 北京说不完 太多了 我就喜欢北京 我爱北京 我的阿卓 三 menjadi 你 四 二 二 两 三 三 三